哈喽 一定要找个教会 继续敬拜神 阿们 有人会问说 为什么主日 一定要来这边 敬拜神 为什么不在家里睡觉 去玩 办些事情 非信徒会这样问吗 为什么一定要来 主日聚会 有没有 信徒会被这样问 为什么要来主日聚会 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一定要来 来我们的主日聚会 有没有 没有 大家不敢问 好 没关系 我们来先读两段经文 好不好 我今天题目就很简单 为什么要敬拜 来读两段经文 这比较长 好不好 我请弟兄念单数节 姐妹念双数节 我请一位姐妹 帮我拿一个 我看谁 Rebecca帮我念双数节好了 好不好 好 好来 我们弟兄先开始 第一节来 逾越节前六日 耶稣来到伯大尼 就是他叫拉撒路 从死里复活之处 来姐妹 有 玛利亚就拿着一斤 极贵的真拿达香膏 抹耶稣的脚 又用自己头发去擦 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来 这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 周济穷人呢 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 乃因他是个贼 又带着钱囊 常取其中所存的 耶稣说 由着他吧 他是为我们安葬之日存留的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好 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一到八节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六段经文 也是在马可福音 这是马可跟约翰 用不同的角度来诉说同一件事情 我们来一起来读 也是一件好 弟兄念丹树节 姐妹念松树节 好 耶稣在伯纳尼长大麻疯的西门家里 作息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拿着一个玉瓶 质贵的针拿达钢膏来 打破玉瓶 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 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 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 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 周济穷人 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 由他吧 为什么难为他呢 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要向他们的行善随时都可以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 他是为我安葬的事 把香膏欲仙交在我身上 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 以为纪念 阿们 愿神做他的话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敬拜 为什么要来主日崇拜 第一个原因呢 你知道吗 敬拜本身是有价值的 敬拜本身是有价值的 我们来看 玛利亚打破香膏这件事情呢 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它发生在 这个 逾越节的前六天 这个距离耶稣上十字架 就是六天之前的时间 地点呢 地点在伯大尼 伯大尼 那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 那更确切一点的话 是在哪里 这里说有人 在 马可福音那边说到什么 他说到说是在 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 这个 这个绰号不是很好 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 你有想过说 你的绰号是什么 我爸在哪里的绰号 有没有绰号 或者是说 你是这个 癌症的约翰 神经病的保罗 这个绰号不是很好 你觉得 你的绰号不好 这边有人绰号不好 更不更不好 但是呢 你一说长大麻风的西门 大家都知道你在说谁 那大麻风的西门 在家里面设宴 我们现在觉得 请人来家里吃饭 没有什么 就是多人们几道菜 大家知道 当时在第一世纪 物质是很缺乏的 很多人的家 一般人 一般人家里的时候 他们的晚餐 可能就是一锅汤 一条面包 就全家人的晚餐 有的时候连汤都没有 就只能吃 一家人吃一些面包 他们一家人晚餐 所以物质是很缺乏的 你觉得你很穷 其实当时人更穷 所以当时在那边设宴 是可以说 那个深圳 那个乡镇里面 一件大的事情 哇 要摆宴席 一般来说 是有钱人举行婚礼 那才是一个 就是举行宴席的时候 而且你被邀请到宴席上 哇 那是非常的honor 你不用喝汤吃面包 可以吃别的 大鱼大肉的东西 但是在这么一个 开心欢庆的时候呢 有个女人叫做玛丽亚 她竟然在大家 就是开心吃饭的时候 她突然来到 宴席当中 把玉瓶打破 告了耶稣 好好的一个宴席 大家吃饭的时候 还在那边 啊 交谈啊 很开心的时候 突然大家就很 哇 一阵错愕 气氛改变 就开始有人抱怨起来 为什么她在抱怨 因为这一瓶香膏 实在是太贵了 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香膏是非常的贵 这是真拿达香膏 这香膏有多贵呢 他们形容说 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 洲际穷人 那这个三十多两银子呢 就是大概是多少钱呢 讲到是那个在英文翻译 是很直接 三十多两 我们现在听这个古中文 三十多两 那是两是多少银子 不晓得 但是英文很直接翻译 说叫三百个地拿流 三百个denarius 那我们在信用里面 我们知道 当时的一个男人 平均一天的工资 就是一个地拿流 所以那 犹太人他们是 安息是不工作的 所以扣掉 五十二个礼拜 不工作的话 三百六十五除了五十二 三百多个电脑 就等于一个男人 一年的工资 一年的工资 那这多少钱 在我不知道 美国现在平均收入 大概多少 大概我看一下 大概五万 五万到七万左右吧 那当然西雅图 会更高一点 那所以 它等于花掉了 一个晚上 花掉了五万到七万的钱 就扎在耶稣的身上 那这个 这个晚宴 我们不知道花多少钱 我们不知道花多少钱 但是呢 绝对不会到二十两 三十两银子 甚至可能没有十两银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 第六章知道说 你二十两银子 可以让五千人吃饱 但虽然勉强不够 他可以让五千人吃饱 所以这个钱是非常多的钱 这导致很多人 有很极大的反应 为什么这么浪费 为什么拿去周济穷人 特别是犹大 当然呢 我们知道犹大 后来卖主 他本人就是一个thief 他是偷钱的 所以他心里不悦 他就说 这个钱太浪费了 他可能只想 公保私囊 但是呢 不止犹大 其实很多的 好几位门徒 都生气 他说有几个门徒 有几个人 心中很不喜悦 不止犹大而已 你想想 这些门徒 后来都是为主殉道的人 为主牺牲 但他们这个时候 他们心里也很不高兴 对象我想问你的话 你会不会不高兴 如果有一个人 拿出五万美金出来 扎在一个聚会上面 你会不 你会蛮不高兴 有人会想说 太浪费了 或想说 哎呀 好不容易 奉献了一千块 这个 办了一个晚宴 宴席给耶稣 拿了五万块 不显得我一千块 好像没什么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觉得很浪费 你会觉得很不高兴 当然我们现在 大家都不会承认说 这就不高兴了 但是 门徒反显就说 为什么要这么浪费 为什么要这么枉费 这个香港 为什么这么浪费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为什么这么浪费 我很喜欢耶稣的回答 他用为什么回答 为什么 为什么要敬拜 他用为什么回答 为什么 耶稣回答说 为什么要为难这个女人 为什么要难为这个女人 就是讲到说 由他为什么 为什么难为他呢 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 就是比如说 你让你的孩子 去洗碗 为什么我要洗碗 之后你会怎么回答他 我会用 可以用为什么回答 为什么 就是说 为什么你要吃饭 那我会说 为什么我一定要来教会 然后说 为什么你一定要打game 打游戏 用为什么来回答为什么 我觉得很有智慧的 隔隔壁说一下 用为什么回答为什么 其实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他们说 为什么这么枉费 为什么这么浪费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他在羞辱耶稣 你想想看 其实呢 当我们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花钱都觉得值得的 对不对 比如说你很爱的孩子 爱孩子的时候 你花钱在身上都不觉得浪费 给他去学什么游泳啦 学什么钢琴啦 不觉得浪费嘛 对不对 而且你说 哇你那个钢琴课 半小时要一百块 这太贵了吧 太浪费了 你会说值得 为什么要更有气质 对不对 你说哇再拿去游泳 哇开始要二十分钟 来过四十分钟 这时间太多了吧 你会说什么 值得 我知道有人 看他去什么Oregon 看他去别的地方 在孩子去打球都有 为什么他觉得值得 对不对 但是要换一个人呢 你说 你可以换你成长 换你成长牧师身上 浪费 你可以带牧师去哪里 浪费时间 没时间 对不对 所以这个完全不是说 这个钱的问题 是这个人 值不值得这个钱嘛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都说 为什么要浪费的时候 就是说 耶稣不值得这么多的钱 对不对 所以就叫什么是敬拜 你们知道吗 什么是敬拜 敬拜这个字 它本身就是 对不起 它本身就是说 Worship这个字 是古英文两个字来说 Worship 就是它这个的 它这个的价值是多少 Worship 所以就是Worship 这什么是敬拜 就是你把神当得的价值 祂当得的荣耀 来归给他 这个就是敬拜 所以当你在那边聚会 比如说唱歌 报告奉献 讲道 等一下我们之后会有一些简单的 简餐 大家交通 这些是你来聚会的时候 是来敬拜神 把你当得的神的价值来归给他 为什么门徒觉得 三百地拿流很浪费 就像他们觉得 耶稣不值三百地拿流 不值的五万块美金 是浪费 对不对 那耶稣这么谦卑的人 他怎么回答的呢 他们说 对啊 这么浪费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干嘛 这么浪费 你知道 有没有这样讲 没有 耶稣说什么 这是一件美事 不要难为那个女人 而且他说什么 要让这个事情 把跟着全福音 传在方法传出去 为什么 耶稣没有纠正她 一个这么谦卑的耶稣 没有纠正这样 这样一个浪费的事情 因为她 这个女人 看到了耶稣的价值 看到了敬拜的价值 她抓到了敬拜的 这样的意义 所以耶稣说 要把这样给传给她 我想问我们当中 当然大家会谎报了 没有关系 你觉得耶稣 真的值五万块美金吗 你觉得耶稣值五万块以下的 请举手 原来讲举手 等一下被大家丢 那边丢石头 我觉得五万块 耶稣值五万到十万 左右的请举手 那你们觉得 耶稣值多少钱呢 无价之宝嘛 对不对 你知道 我们这样讲 但是我们有时候 会放弃聚会 我跟你讲 特别是跟我们的孩子 也是一样 会放弃聚会 其实你知道 我很了解 其实你说你不懂 为什么耶稣值五万块 我完全可以理解 为什么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也不理解 像我不理解 为什么有人要 一大早起来 看球赛 有没有打扰起来 看棒球有没有 棒球台湾 看篮球有没有 看世界足球杯的有没有 有有有 有几个 比较诚实的 有没有打扰起来 那个看股票的有没有 看股票的 哎呀 不较诚实 承认 有没有 有没有人一大早 或是不要说一大早 很晚睡觉 打游戏的有没有 然后就几个人举手 我讲 我觉得 这些很crazy 你知道吗 不睡觉 然后那边 看足球 看什么篮球 然后打game 但是他们觉得值得 对不对 他们觉得值得 你看那个世主 去年我看一下 那个世界杯的时候 哇 你知道那个国家 一场game的时候 特别是遇到后面的时候 那什么 cooler final 生败 final 的时候 全国庆祝到 你知道吗 就像 我不知道 像国庆日一样 就放鞭炮 哇 真的全国疯狂 你知道吗 然后有些人 讲实话 因为他们一些国家 不是很有钱 很贫穷 他们家都没钱 但是呢 一定要买机票 坐去那个 那个 那什么 Katar的地方 然后去 看上去 这是他们的球队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值得 值得 这是他们的热情 他们的敬拜 对不对 我不懂 但是他们觉得很值得 就有人说 我不懂为什么 耶稣值五万块钱 我不懂为什么 耶稣无价值宝 你是不是疯了 没有 因为他们觉得值得 好 这是 那讲到另外一个 其实大家可能 比较不知道 可能更多人可以理解了 有些妈妈们 我也不太懂 就是 就是明明家里面 已经有锅子 对不对 一定要还要买 你买个气炸锅 就说 我说哪里有气炸锅 气炸锅 健康 而且省事 那我说 那之前买了压力锅呢 压力锅是拿来熬汤的 我说 那熬汤不是已经有了铁柱锅了吗 而且你都买 要买德国的铁柱锅 熬汤说还好喝 说 那个 那个 那个是 那个是包汤的 他说 那你包汤不是已经有了砂锅了吗 你知道吗 而且说实话 铁柱锅跟砂锅 包汤出来的味道 我觉得都差不多 好像没有说一定要买 而且 买完了这个锅子之后 还有什么 还有果汁鸡 对不对 还有豆浆鸡 还有什么鸡啊 还有咖啡鸡 没那一大堆 对不对 就不懂 为什么姐妹们可以花这么多钱买这些锅子 机器 我真的不懂 然后你说鞋子嘛 两双鞋 一个是球鞋 修行鞋 一个就是来教会里面穿的比较正式鞋子 没有 就很多鞋子 哎呀 为什么买呢 是减价的时候买的 这双特别便宜 一定要买 我看了好久 终于买 然后这个呢 哎呀 这个包包 哎呀 现在正好配我的这个裙子衣服 一定要买 就很多的包包很多的鞋子 我就看不懂 对不对 就是很crazy 但是呢 他们很有热情 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 预料的那种生活方式 你不懂 他们觉得值得花钱 值得花这个时间 平常也是很省 这个大减价 买这个买那个 都很省 但是遇到买这种包包东西的时候 就不会手软 你知道吗 所以我在讲这地方姐妹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在worship something 我们都在敬拜一些东西 你不要说 哦我不懂 我想很多你说 我们也不懂 但是 你如果不敬拜足球 你不敬拜锅子 包包 你一定在敬拜something 对不对 你一定在敬拜一些东西 一些东西 你觉得很有价值 你去做 你会花大家去 把它完成 花时间金钱 那你为什么不敬拜神呢 对不对 这位神他照你 他是从根本到原来 他都不会改变的 他爱你 爱到一个地步 把那独生爱子给赐下来 给你 为什么他把他独生爱子 赐下来给你 因为他觉得你值得 你有价值嘛 你有这个worship 你有这个worth 他才来赐给你 他觉得你值得他的爱 他愿意付出给你 如果人生 人生一定要敬拜的话 为什么我们不敬拜这位神呢 对不对 为什么不把你敬拜神 当作一个全 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所以为什么 我们一定要来主日聚会 为什么说 我们出去外面 难得可以离开西亚 同时还要去主日聚会 因为神配得 因为神配得 不管那个教会的敬拜 在五一部全 那个教会的讲道 这么讲 因为神配得 去那边去敬拜神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教导的孩子 他们现在还可以被教导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说 你不喜欢吃香菇 没有问题 你可以不吃 不要跟我们家人去 去这个出游 我们就可以讨论 但是 你一定要跟我去聚会 我管你什么考 什么打工 打球 我跟你讲 你什么 我什么都可以妥协 但聚会是不可以妥协的 为什么 我让他们看他说 神的价值是 这是不能够妥协的 因为神配得 真的 现在还可以管一管 以后 他们独立之后 他们就不会敬拜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到 我们这是可以妥协的 那讲实话 这个玛利亚的敬拜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 玛利亚的敬拜 有些人可以懂的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一节那边说什么 他说 逾越节前六日 耶稣来到伯大尼 就是他叫拉撒路 从尸里复活之处 这是第十二章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你知道 玛利亚是拉撒路的二姐 他的大姐就是马大 那在前一章 约翰福音十一章 我们看十二章 十一章的时候 当时拉撒路死了 死了之后 他们就很伤心 特别是玛利亚 哭到很伤心 哭到全伯大尼人 都来安慰他 他一定是人员很好 然后又哭得很难过 大家怎么安慰他 你知道 这个十一章 约翰福音十一章 我们在美国 我们在美国的地方 这个chapet eleven 是什么意思 破层的意思 破层 叫chapet eleven 你知道吗 你一无所有 卡债啊 贷款都没办法还 什么叫chapet eleven 你知道 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玛利亚也经历了 一个属灵的破产 好 我相信他是爱耶稣 他是爱神的 但是为什么爱神 爱耶稣的人 他的主要的弟弟 会死了呢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爱耶稣 我爱神 我敬拜神啊 怎么会得癌症呢 我的爱的人会得癌症呢 我的孩子会这样 我的爸妈会这样 为什么我会 丈夫要跟我离婚呢 我怎么什么都没有了呢 你知道吗 如果你经历过 这段时间 你怀疑神 怀疑人生 信仰破产的话 你会了解 玛利亚这时候的敬拜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时候 当他信仰破产的时候 耶稣来了 他来让拉撒路 从死里复活 他这时候 他的心 就是整个的心境 改变了 耶稣他是神 他以前是风文用 他现在是亲眼 见到他的这个能力 所以可以说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马大在服侍这个 研洗 玛利亚在 高耶稣 是他们对耶稣这种 感恩跟敬拜 如果你真的 经历过神的恩典的话 弟兄姐妹 你会 你会 对神有种 就是没办法 抑制 没办法 拦阻这种感恩跟敬拜 站在心里面 就像你知道 很多人 也许以前 听那些流行歌曲啊 什么 你爱我啊 你抛弃我啊 whatever 你知道吗 就是听不懂 但是一旦你 谈过恋爱 你失恋过之后 啊 这歌唱到我的心里面去了 觉得好感动 他怎么这么了解我 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 兄弟兄姐妹 你曾经 真的经历过耶稣的话 好 你会说 玛利亚敬拜 我懂 好 真的 他是一个值得我们 爱的神 好 这个神 值得我们花很大的代价 去来服侍他 他值得我的孩子 放下来追求他 能够来认识他 所以 你如果有时候看到 有些人在敬拜的时候 又唱又跳的 不要快地论断他 他是发神经啊 你知道吗 有时候 你只看到一些人 他们在敬拜的时候 在流眼泪 在听到上流眼泪 你不要很快地 在论断他 好 这就像为什么 我们不懂 一个球迷 当有一个 有一个人 那个穿着短裤 穿着这种紧身裤 踢进球 或投进球 大家 高兴到不得了 说这什么好高兴的 我们不懂 对不对 同样的 有人他知道 在那个 灵性深处里面 他想敬拜神 他可慕敬拜神 他也许这个礼拜 他没有经历什么 生死有关的事情 但是这个礼拜 他很痛苦 很挣扎 他非常的需要 这段时间来敬拜神 这个时间 是我跟神 这段时间 所以说 我一定要来敬拜他 好 所以这样的人 他会很感动 圣灵会感动他 那 那个耶稣说 他说这样的人 你不要去为难他 好 他做的是一件美事 好 神的灵在感动他 而且反而把他的事迹 让大家都知道 来全新的来敬拜神 我鼓励大家 真的 你竭力进入到 这个敬拜里面 好 不管 不管唱得怎么样 不然不是讲得怎么样 你竭力进入到 敬拜里面去 为什么 因为敬拜是有价值的 阿们 来个隔壁说来好不好 敬拜是有价值的 阿们 第二个 想到说 敬拜是有智慧的 为什么敬拜 因为敬拜是有智慧的 我想问 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 你们有没有 买过一些东西 让你很后悔的 曾经后悔的 比如说有人说 哎呀 真不该 每年换一只iPhone 像iPhone14带了 这个一只一千块 不换的话 现在就一万多块 可以买部车子的 车子当payment都有了 会不会买过一些家电用品 这个锅子 或是什么 吸尘器多好用 买一买 好像就放那边 或是跑步机 如果买跑步机 买了之后就不跑了 对不对 或者有没有后悔去度假的 本来度假是要跟家去休息的 就越度假越吵架 度假完之后就更累 你知道吗 有没有后悔去什么乐园玩 就说也变得好玩 你知道吗 但你知道 敬拜神没有一分钟是浪费的 这是敬拜的智慧 都是值得的 你投资在 股票可能会亏本 但是呢 你投在敬拜里面 是不会亏本的 那我说的敬拜 不是说那种 你来到教会 被老婆抓来 被怕往下抓来之后 不想来 就躲在后面 你知道吗 东躲西场 然后唱四个的时候 OK 我知道了 耶稣是我唯一 耶稣是我唯一 怎么还一直唱一着唱 唱没完呢 什么都唱完 耶稣我没完 我听到多少遍啊 然后呢 旁边的人 唱歌听到很感动 这人是不是发什么病啊 赶快 还是什么 或者讲到的时候 开始滑手机 你知道吗 滑手机 开始回些简讯 结果一场聚会下来 你整个礼拜 没有回来 简讯通通回了 你知道吗 我说不是种敬拜 你知道吗 我说敬拜是 口道 心道的敬拜 全心 全意的敬拜 这样的敬拜 每一分钟是浪费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我们来这边 真的不是看 简派团表演 不是听牧师讲到的而已 你知道吗 最重要的目的是 要跟这位神连结 我真的 我真的祷告说 我们今天在这边的每一个人 你跟神能够有个连结 帮助我们的眼目 从我们这礼拜的 可能一些失望 一些繁忙 一些担忧 能够转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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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点 那就是一个最重要 我们在这边 参加聚会的一个目的 帮助能够转向神 所以当我们在 敬拜团在 带我们唱歌的时候 请听牧师姐妹 你拿出你的心 拿出你的口来 全人来敬拜神 当牧师在讲道的时候 请你 专心的听 能够抓到神 给你的一句话就好 没必不用那么多 但是一句话就好 你知道 让这个成为你的什么 真拿达香膏 你说哎呀 我有这个ADDDDD 很多的D在后面 我就很难专心 你这时候你专心的唱 半首歌 唱一个回事歌 你就说好 你知道我要与神面对面 我实际在我前面 我就真专心来唱 用力的唱 牧师讲道 你说我专心听五分钟就好了 其他我就闪神 专心听五分钟 你知道吗 这个是一个最有智慧的投资 弟兄姐妹 让你跟神能够更靠近 因为那些电器 都会过去的 跟你讲 那些包包 那些什么游戏 那些 那些什么球赛 都会过去的 但是敬拜 不会过去的 那人说 牧师我 我敬拜完就回家了 什么敬拜不会过去 敬拜也会过去 都过去 为什么敬拜 不会过去 永恒价值 你们知道吗 你想想看 为什么我们能够坐在这里 为什么能够坐在这里 为什么会有地方 可以让我们聚会 会有个会堂 为什么会有 敬拜团 招待 等一下会有爱宴 还有殷控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人 会来服侍我们 你们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 之前有人 在这边敬拜 之前有人在这边 服侍神 他们拿 金钱来奉献给教会 所以教会可以买 可以买个会堂 有人拿时间来这边练习 所以这个敬拜 这个服侍 可以不断地流传下去 让我们今天可以住在这里 只要我们今天住在这里 能够住在这里 人员都是在前面有人 把这样一个敬拜 一个恩高 竟然敬拜一个场 可以留下 让我们可以来这边 继续来这边敬拜 所以你今天在这边 所做的是投资在将来 你知道吗 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 你今天的敬拜 对神来说是一件美事 对人来说呢 哇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 你知道 这祝福帮流传到以后 多少下徒来那边聚会的人 今天有几位新朋友们 我们再欢迎他们好不好 感谢 感谢主 你知道 他们来到这边 能够有地方可以聚会 为什么 因为你们在这边敬拜 那敬拜是有价值 可以从一个回想 你知道吗 我们社会的敬拜 讲到podcast 都是在网络上都有 现在是网络的时代 你不知道祝福了多少人 所以你不要小看你的敬拜 真的 会成为很大的祝福 原谅我讲 我觉得我们这样的敬拜 比看球赛 买包包买锅子 真的是更有价值 你知道 所以请你认真的考虑一下 投资在敬拜里面 不要很长 就是 说五分钟十分钟 我来唱这种诗歌 我来听这份信息 你知道 其实牧师 两个礼拜之前 有机会回到台湾 我在这个士林林良堂 他们现在改名叫做 Shakana林良堂讲道 那他们的聚会 有好几千人 光同工就上百人 那你知道吗 真的是 我回去之后 他们同工里面 有一半是我见过的 你知道 因为我在来西雅图之前 我是去 士林林良堂 服侍那边八年 每年都办特会 跟青年的 这个夏令营 这样我办了 夏令营办了七年 特会去了八年 你知道 我那些 我去到青年的挑战营 就是每一年都会呼召 我会呼召几个 一个就是全心归向神 第二就是 我会呼召他们当兵 为神当兵两年 就年轻人 毕业大学毕业之后呢 不要去找工作 也不要去 就是在教育里面服侍两年 全世界服侍两年 那另外一个就是 呼召就是全职的呼召 你知道 我们从第一届 就是呼召到第七届 每一届都有 二十到五十个年轻人 出来呼召你知道吗 这样加点上百人 你知道吗 所以我回去的时候 看到他们很多的一些 同工都是我们当时 呼召出来的人 他们一百多年里面 有将近一半 一半 一半以上 都是我们呼召的 那时候师母就说 这不是一回来啦 你看我们这边怎么样 都是你们已经呼召了 什么的 其实他们目标 比我们辛苦了 我们只是扮影 他们没有更辛苦 但是你要知道 那种服饰能够流传 有影响令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那我记得我去的时候 那个在帮我弄PPT 跟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PPT 跟那个影片 短片的那个姐妹 这是我们以前 呼召出来的姐妹 她已经就是 她那时候是大学生了 她现在已经是结婚 她快生了 她已经结婚 她气味就要深了 还在帮我那边 弄PPT你知道吗 我就说 哇 真的是好感动 你知道 但是我要讲 我怎么开始去 摄灵里面上服侍的 这个 以后有机会 慢慢讲 我解释的时候 就是 回了神的一句话 你在 听到的时候 你在 敬拜神的时候 有时候你自己 在跟神敬拜的时候 听到神的一句话 然后当时你要知道 我当时已经 医生说我是癌症 四起 哇 听得好恐怖 你知道吗 怀人生 不是只是 Chapter 11 不是怀人生 而已是怀人生 都快没了 你知道吗 那 结果 神医治了我 那我那时候讲 回应神说 神啊 你要我做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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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让你心来成就 你知道 你这个真实的敬拜 是愿意让神的心去成就吗 那是要花很大的代价的 花很大的代价的 真的花很大的代价 结果 记得一连串的 这个 询问跟印证 神就告诉我 他要 他带领我啦 就带领我 感动我 要回去施灵服饰 就这样开始的 没想到一服饰 就服饰了这么多年 七年八年 这样服饰下来 那我要讲说 我这一生 真的是买错了 很多的东西 浪费了不少的钱 但是服饰神的时间 跟那个 机票那些钱 都没有浪费 真的 那你说 牧师我怎么知道 神要我做什么 我跟你讲 圣经上的书 要在小事上中心 对不对 就是神就把大事来给你做 对 所以你要 你说你真的想为神做什么 所以不会浪费你的生命的话 你从小事开始 那什么是小事 每个礼拜来 专业的敬拜 专业的听到 你知道 参加小组聚会 尾声服饰 尾声奉献 都最基本的 你慢慢做转 就好像 哇 这个真的是很有智慧 你发现你的影响 真的不是只是一个小地方 会改变很多的人 当你全全去侍奉神的时候 你真的不会后悔 这个是敬拜的智慧 神敬拜神 不但是 我们的神有价值的 你敬拜神 那是很有智慧的 阿们 来给你们说一下 敬拜神是很有智慧的 好 我最后讲一下我们 这个敬拜的见证 有人会说 我们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为什么不在家里面 看一下 这个 就是 你讲到 听一下就好了 这么多 外面这么多 那么好的教会 有那么多的录影 或者看下去 为什么要来教会里面 敬拜 这是他一个敬拜的 见证 这个 我在考虑时间 是不是有点不够 不够长 反正因为我 把它讲完 还是 我这边跟大家讲 就是快讲一下好了 在哥林多佛前 这边讲到说 我们其实呢 彼此要互为肢体 我们身体 只有一个人 但是我们要互为肢体 当我们受洗归入所的名下 不是 受洗归入一个 你自己的一个 独立的一个 小空间 我们是归到一个 教会里面去 我们要互为肢体 那我们不能说 我们不需要对方 哇 我们手不需要脚 什么都 我们不能这样 不需要 反正我自己 大家也自己 敬拜就好了 我们需要 互为肢体 成为一个身体 如果我们在家里面 自己看网络的话 就不可能跟人配搭 有时候你说 我确诊了 我不能出来 那我可以理解 我会说什么 但是呢 你不能够 长时间的 不与肢体 连接交通 你会慢慢的 就像那个炭火 没有在一团 那个火队一样 你会越来越冷 冷却的 所以一定要跟在肢体里面 然后如果 但是呢 我们彼此要配搭 保罗这边说 我们不可能 全部都是一个恩赐 你说我 我就是 想当招待 我就想当 这个敬拜 我就想当 不可能 我们要 彼此的配搭 在这样一个配搭里面呢 我会成为一个 美好的见证 所以当我们在 在主日我们来的时候 你说有的时候 真的是牧师 我不是不想来主日 但是我看那个姐妹 就觉得 心里 心情不好 看那个弟兄 我觉得 就心情不好 我跟你讲 我们需要在里面 学习 彼此配搭 我们在 自己在关上门的时候 都很容易觉得自己 好树林 好爱神 但是你出来到 就会的时候 就发现说 其实不容易 大家都会有 自己的淘气 都不太容易 这是神对我们的设计 好 爱心 你来 就是 本来就是 要花代价的 好 但是你要知道 就是 我想当 很多都 就是爸妈妈妈 我不知道你们有几个孩子 如果你有 超过一个孩子的话 你知道 一个爸爸妈妈 最开心 看到什么事情 就是你的孩子们 能够都回家 我这次 我回台湾也是 每次我妈说 我不能再吃 我真的很胖 我真的担心我的健康 我妈就一定要这样吃 然后呢 我妈最喜欢什么样 你知道吗 全部的孩子都回来 一起跟他吃饭 然后呢 有时候呢 就 这个 要去外面吃 外面吃 现在又很贵 就是 可是 你看他就 大家一吃饭 他就好开心 你知道吗 同样 当我们回家的时候 爸爸其实是很开心的 你知道 那 我记得 我念那个成学院的时候 我 那时候 我们 就是要分组嘛 那那时候 拿一堂课 那那个老师 要我们就是 分小组 然后谈谈 你们在教会里面 让你们最受伤的事情 好 那我们大家都是 一定要当牧师的神学生 所以 讲一讲 也不会怎么样 就是讲讲受伤嘛 那 有很多人就讲到 教会分裂啊 教会 谁跟谁吵架啦 什么什么的 那我就记得 有一个 有一个学生的分享 让我很 很 同学 让我意义深刻 他是南美洲来的 他是在 那边学生 他说 他爸爸是个牧师 他们全家 从小呢 就住在一个 教会里面的 附设房子里面 但是呢 因为他们 那个地方 其实经济没有很好 所以 教会给 这个牧师的 现在里面有很多 所以他们就全家 常常都只能吃 beams beams怎么翻译呢 beams就是 墨西哥豆 墨西哥豆 是beams 但是呢 他们教会的后面 有个小院子 有一棵桃树 有棵桃子树 那他跟妹妹 第一年去的时候呢 吃到那个 那个教授的桃子 哇 他们就很开心 偶尔可以吃下桃子 他们就很开心 那 他们就很期待 每一年呢 到一个季节桃子会长大嘛 就可以吃桃子 但是呢 有一年 他就意想很深刻 跟他很大的伤害 就是 他 他跟妹妹很期待 可以吃桃子的 你知道 看到已经结住 一个小桃子 然后妹妹就长大了之后呢 结果有一天 主日 教会里面的 一些小朋友 就 爬上去摘 那个桃子吃 那桃子其实很小 还没有长大 他就爬上去摘 然后又 因为很小 很酸 他就吃了一口 就把他 就把他丢在地上 他们觉得很难吃 结果就这样子 所有矮的桃子 都被他们这样 拿来丢在地上 吃掉 丢在地上 他没有吃完 他妹妹就看得好难过 说怎么可以丢这些桃子 他妹妹也不懂 你看去 地上捡那些人家 吃过桃子 他跟他说不要捡 然后那个 梳梳天 他笑他 就拿那个桃子 丢他妹妹 你知道吗 然后 后来呢 这个 哥哥 就是那个同学 就跟那个男的 同学 男的一些弟兄姐妹 小的孩子 打架 然后打架完之后 就被他爸爸骂 你不要跟他打架 桃子 就打架 所以他现在每次 看到桃子 就想到教会 我听到觉得说 好 这好难过 悲惨的故事 我想说 那么你为什么 还来念神学医院 竟然 这么不好的回忆 为什么还来念 我来念神学医院呢 他说 因为后来 有人听说 这个事情之后 有人送他们家 很多的桃子 他就说 他说 而且常常 知道他们只吃 米 只吃这个 墨西哥豆 还算是很多的食物 他就发现说 其实呢 他说 他最后讲究 说教会 是让他最 受伤的地方 但是也是最 温暖的地方 好 所以 在这个 约翰一书这边说 现在的弟兄们 我们应当怎么样 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凡有爱心的 都是从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 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 就是爱 你知道吗 这边说得很清楚 我们应当 彼此相爱 好 这边来教会 不是只是 唱歌啊 然后我们听到 然后就回家 没有没有 我们现在讲讲 彼此相爱 成为一个 见证 为什么这个见证呢 因为这个很不容易 这个很难的 是很不容易的 在爱里面 我跟你讲 你不管在教会 在家里面 如果你爱一个人的话 一定会有伤害的 但是如果我们 不会退缩 我们要继续爱下去的话 我们说 我们要继续来服侍神 服侍彼此的话 这个会成为 我们的敬拜 这个成为我们的见证 我相信 其实敬拜神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你会面临到 你这个信仰破产的时候 怎么会这样子呢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知道说 神就是爱的话 他说神是值得的 真的是敬拜祂 是值得的 敬拜祂怎么样 是很有智慧的 最后敬拜祂怎么样 是会活着一个见证的 所以让我们在 这样的一个敬拜当中呢 好不好 我们来学习彼此相爱 Amen 好 我们敬拜团队 你们一起上来 弟兄姐妹 我真的是 我知道因为暑假 有些人会来来去去的 我很感谢 就是如果你的暑假 来到我们当中 It's great 能够带一些带人来 但是我要讲就是说 不管去到哪里 你都要去敬拜神 在那边地方 主坛来敬拜神 祝福那个地方 让你的敬拜来 祝福那个地方 你不要有时候 少一个人 少我一个人唱歌 不怎么样 神希望祂的孩子回家 真的 每个礼拜你的敬拜 都会带来影响 带来改变 不要小看 好不好 所以当我们在 起立 我们一起立好不好 当我们这样 回音师父的时候 好不好 我邀请你 打开你的心 打开你的口 打开你的手 whatever you啊 你喜欢的话 如果你不能久之 你可以坐下来 好不好 让这个存我们的 真拿大相高 说主啊 我来献给你 我用的不多 但是主啊 来献给你 去来悦恼 好不好 神会说 这是一件美事 你做得很好 好不好 让我们就用我们的心 用的口来唱 这首诗诗诗诗诗来回应 每当我真要你 只身容灭 每当我在爱中 仰望你 在你荣耀光中 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 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 都失去光彩 让我们用的心 让我们用的心来唱 来 我请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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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活着 为要请拜你 为要请拜你 我请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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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我真要你 只身容灭 每当我在爱中 仰望你 在你荣耀光中 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 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 学到来 我请拜你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我一切活着 为了敬拜祢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我一切活着 为了敬拜祢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我一切活着 为了敬拜祢 我一切活着 为了敬拜祢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已想我的 為了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已想我的 為了敬拜你 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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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想我的 為了敬拜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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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现在感动我说 他感受到了我们的境外 真的是一件美事 不管你花多少的力气 神喜为你 他真的喜为你的境外 那主要我们把我们的境外 先让给你 单单献给你的 来愿纳我们的境外 让我们回到家之后 在这个礼拜 能够继续来不断的来敬拜你 我们说主啊你是佩德的 我们感谢你 愿主耶稣 基督的恩惠 父神的慈爱 跟胜利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庄人同在 直到耶稣站来的时候 我们一起说 阿们 来跟隔壁说一下好不好 神喜愿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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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我们现在备有简餐 欢迎大家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